为增强海军的水下战力 台湾从明年开始规划了一项为期14年的军费预算 总额高达2840亿新台币 这笔庞大的预算将主要用于采购海军级潜艇的后续7艘舰艇 必求在未来的战略防御中取得主动权 对台湾而言 只要首艘海军级潜艇顺利通过成军前的各项测试 后续舰艇的建造与交互便指日可待 这标志着台湾海军在自主潜艇研发和制造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也是对区域海上防御力量的技术加强 虽然潜艇的数量将逐步满足台湾的防御需求 但目前所配备的武器仍显不足 台湾在引进海军级潜艇时 仅从美国采购了24枚48克瓦查重型鱼雷 及4枚训练用鱼雷 这一数量显然无法满足长远的作战需求 尤其是潜射导弹的缺席 更让武器配备显得不完整 为此 台湾决定进一步引进美国最新的48克瓦查 MOD6AT重型鱼雷 以增强海军级潜艇的作战能力 48克瓦查鱼雷的研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其初期型号主要用于技术测试 经过不断的优化改进 48克瓦查鱼雷在80年代升级至MOD4 标志着该武器系统的技术成熟 之后 美军基于MOD5技一步优化 推出了EPICAP构型的48克瓦查鱼雷 进入21世纪后 美军又在EPICAP基础上 推出了48克瓦查MOD6型鱼雷 这一型号 凭借其强大的性能 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威慑力的潜艇鱼雷之一 48克瓦查MOD6型鱼雷的最大改进 体现在其制导与控制系统上 其升学接收机得到了升级 并引入了新的技术装置 采用线导与主被动声 自导相结合的方式 服以先进的宽频运算法则 确保在深水中保持卓越的性能 并提升了抗干扰能力和精准的寻抵能力 此外 MOD6型鱼雷 支持在舰艇上进行软舰升级 无需返场维修 这大大提升了鱼雷在战场上的实用性和灵活性 另一个显著的亮点是 48克瓦查MOD6型鱼雷的先进闭环发动机系统 该发动机最大前身可达1200米 鱼雷速度可达到60节 航程为45公里 这种发动机系统不仅具备自我检测功能 还通过计算机算法优化 实现了高效低噪的运行效果 此外 该鱼雷使用奥托二型燃料 这种燃料具有高度稳定性和耐用性 能够在长时间内保持不变质状态 确保鱼雷能够随时投入战斗 对于台湾海军来说 48克瓦查MOD6AT的引入将显著提升潜艇的作战能力 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威胁和保障海上安全方面 这些鱼雷能够增强台湾海军在复杂海洋环境中的作战灵活性 并为海昆级潜艇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持 然而 随着海昆级潜艇后续舰艇的逐步交付 台湾还需要在潜艇武器系统的多样化和现代化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以确保其水下战力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 在威力方面 48克瓦查MOD6装备了PBXN-102炸药 作为塑胶炸药 其水中爆炸的威力远超空气爆炸 即便是相同当量 也能造成更大的破坏 这正是鱼雷相较于导弹炸弹的显著优势 在2016年美国海军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中 美国海军仅凭一枚48克瓦查重型鱼雷 便成功击沉了目标舰 展现了其强大威力 而在此之前 各型导弹 炸弹及舰炮的轮番攻击 均未能 使其丧失战斗力 可以说 48克瓦查MOD6型鱼雷经过升级后 其智能化 大前升级高速远程性能均不容小觑 但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此次采购的 并非48克瓦查MOD6型鱼雷 而是多了一个AT后缀的版本 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何区别呢 48克瓦查MOD6 AT重型鱼雷实际上属于ADCAP范畴 尽管名称中既有MOD6又有AT 看似比美军自用的48克瓦查MOD6型更为高端 但实际上 它更像是48克瓦查MOD4型鱼雷的改进版 这款鱼雷的战斗部 结合了MOD4型鱼雷的结构 与MOD6型鱼雷的电子系统 全长5 85米 直径533毫米 重达1500公斤 最大航速可达55节 在40节速度下 最大续航距离可达50公里 相较于MOD4型鱼雷 MOD6AT的主要改进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升级了升次导与控制系统 使其能根据不同海洋环境和水声特征 灵活调整发射波数 增强作战适应性 二是优化了战斗部与推进系统的电子设备 包括采用更先进的战斗部控制系统和低噪音推进系统 在不改变战斗部装药量的前提下 提升了鱼雷的杀伤效果 MOD6AT的战斗部 虽在MOD4基础上 融合了MOD6的部件进行改进 但装药仍为PBXN-105炸药 重295公斤 此外 该鱼雷还加装了内部消声器和阻移减阵层 大幅降低了辐射噪音 其推进器段子改为倾斜设计 这套推进系统不仅启动迅速 还允许鱼雷在任何深度发射 包括推进发射和自行发射两种方式 在操控方面 MOD6AT采用了MOD6型鱼雷的操雷头 具备距离安全电路 中指与目标相撞功能 内置固定电路 数据记录器及三维追踪声外冲发送器 并配备多种停车方式 能精确记录鱼雷性能参数 操雷头内的压力开关 能在鱼雷达到深度上下限时关闭主机 并在航程末端 为鱼雷提供正确福利 使其上浮至水面 相较于以往型号 48克瓦查MOD6AT重型鱼雷 在电子水声及动力等关键分系统上 进行了多项改进 首先 它采用了极插极用的开放式系统架构 电鱼升级制导硬件 并实时上传更新的海洋环境数据 以适应不同海域的作战需求 此外 推进系统 以48克瓦查MOD4型鱼雷的动力与燃料仓段为基础 结合48克瓦查MOD6型鱼雷的电源系统 并引入了降噪技术 同时 将原奥托二型燃机替换为效率更高的蓝金闭环式热机 以提升推进效率 增强静音性能并降低可探测性 这些改进确保了48克瓦查MOD6AT型鱼雷在各类海域中均能表现出色 无论是深水区还是潜水区均能实现远航程 高速度与强应变能力 48克瓦查MOD6AT重型鱼雷由美国海军提供全面的维修支持 包括测试设备 维修文件及材料 且维修文件可电子更新 值得注意的是 该鱼雷的推进系统在潜艇上无需特殊维护 监视或环境控制 且至少具有5年的搁置寿命 因所有活动部件均经过严格安全测试 确保合格后才批准服役 48克瓦查系列鱼雷已累计完成超过29000次水中航行试验 远超其他重型鱼雷 其中 48克瓦查MOD6型鱼雷更是进行了6500次航行试验 包含600次潜水环境测试 如此丰富的试验经验 铸就了48克瓦查MOD6AT重型鱼雷的高性价比与隐身优势 此外 上万次试验已充分验证了48克瓦查系列鱼雷推进系统的可靠性 除上述支持外 还提供全周期的技术支援训练教程与材料 这些支援设备亦将定期审查 旨在提升系统性能并降低维护成本 另外 美军在2006年启动了一项计划 为48克瓦查鱼雷 颁布了6AT改进方案 其中包括 换装新型自导声纳系统 将导引声纳由窄带模式 升级为宽带模式 并引入了先进的宽带声纳接收器 前置导引控制插件 及优化后的导引算法等 这一改进后的型号 被美军命名为48克瓦查茂尾7Space 它能有效对抗多普勒潜艇 快速深潜潜艇 及高性能水面舰艇 支持自主发射后不管操作或导进引导 通过潜艇战斗系统 实现发射后的监视与数据更新 同时在宽频带上实现高效的信号收发 确保了鱼雷在搜索 捕获及攻击过程中的卓越性能 经过Space升级的48克瓦查重型鱼雷 已成为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标准装备 并跻身全球现已最先进热动力鱼雷之列 尽管48克瓦查Mod6AT并非美军自用型号 但其卓越的性能 依然使其成为世界一流的5G系统 台湾计划采购这一新型鱼雷 其中海归号原型舰 拟装备的重型鱼雷便是48克瓦查系列 根据台湾军方的规划 海昆级后续舰 每艘将配备28枚重型鱼雷和前射导弹 合计7艘后续舰 则可携带196枚重型鱼雷 考虑到潜艇的备弹需求 台湾军方认为 至少需要采购280枚重型鱼雷 并且所装备的鱼雷版本 需保持与当前技术水平同步 确保其作战效能 48克瓦查MOD6AT鱼雷在射程 航速以及导引系统方面 相较于台湾海军现役的SUT鱼雷 有着显著的提升 SUT鱼雷已服役多年 其技术相对老旧 无法适应现代复杂的作战环境 而48克瓦查MOD6AT则在精确制导 抗干扰能力 速度和射程上表现优异 极大增强了台湾潜艇部队的作战实力 然而 由于海昆级后续舰的量产周期 预计长达14年 且建造计划采取分阶段推进的方式 因此 台湾海军在重型鱼雷的采购上 也将采取灵活的策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台湾可能会在后期阶段 考虑采购更先进的48克瓦查重型鱼雷 以确保其5机库 始终保持最新的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 台湾还计划被海昆级潜艇 配备潜射反舰导弹等先进5机系统 48克瓦查鱼雷 只是台湾这一庞大军购计划的一个部分 通过引进多种现代化武器 台湾海军希望提升其水下作战能力 以应对潜在威胁 增强整体防御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军方于2024年8月31日宣布 海昆级原型舰的结案时间 可能需要延长至2029年 比原计划多出4年 这是因为海昆号仍需作为测试平台 完成系统优化 结构调整 以及5G测试等一系列任务 为后续舰艇的建造 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数据支持 这一延迟 反映了潜艇建造和测试过程的复杂性 尤其是对于像海昆级这样新型的战略级5G系统 与此同时 原定于2028年结案的 美日长城前摄重型鱼雷采购案 也将延后两年 这意味着台湾未来的武器采购和潜艇建设计划 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尽管如此 这些调整与延迟 并不代表台湾海军的战斗力会因此受到削弱 相反 这些步骤的延伸 表明台湾军方对潜艇项目的高度重视和谨慎态度 力求在每一个阶段都达到最佳的作战状态 通过优化设计和不断测试 海军级潜艇及其配备的先进5G系统 将成为台湾海上防御的中间力量 尤其在未来的区域安全局势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